民间鬼市 铃声工作室制作 作者 最小冬 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 联合出品 第六十一集 真的 王建国一听我的话 激动地动大了双眼 无断地搓着手 在屋里走来走去的 我扭头看了他一下 理解他现在的心情 因为我说能救 就代表着 村里不用再死人了 来看这短短的几天时间 王家村已经死了 几十个人了 除了第一天死的是 一个壮年之外 其他的都是老年人 但是老年人也是人啊 莫名其妙就这么死了 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几分钟之后 猎羊之力收回 床上这个男人的身体一颤 他轻咳几声 开始呻吟起来 他体内被无数转化出来的虫卵 全部都被我进化完成 现在的他已经好了 虽然体内已经没有无数作怪 但是那些英气也让他的身体十分的虚弱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不过也仅此而已 这个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不影响他以后的工作 还有其他的事情 当家的 当家的 这个女人一见他男人醒了 急忙从床上下来 跌跌撞撞跑到他身边 一边笑一边哭 是谁救了我 躺在床上的男人 慢慢睁开了眼睛 咳嗽了几声 眼神虽然十分的虚弱 但能够睁眼说话就是最好的 老六啊 你好好休息 有张大师帮忙 咱们村有救了 王建国走过去拉住他的手 感叹道 那人点了点头 躺在床上继续睡觉 他实在是太虚弱了 你也躺到床上吧 我帮你治疗一下 我低头看了一下这个女人 让他回到他的床上 他的情况 比这个男人要轻得多了 等我解决了他身上的 污秽之气之后 他就可以站起来运动了 不会像这个男人一样 还是无法下床 几分钟以后 我和王建国一起出去了 完美地治好了 他们两个身上的巫术 没有任何的后遗症 而且我的实力 还得到了增加 大师 您真是神了 太厉害了 我们能遇到您 真是我们天大的福分 一出门 王建国的脸上 就堆满了笑容 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一副心服口服的样子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 让他带着我 去其他的人家里面治病 王建国没有说什么 高高兴兴在前面领路 王建国的这种心情 我也能够理解 那就是 溺水的人 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而这根救命稻草 的确是把他的命给救了 这就等于 是本来必死的人 突然活了 无论换成了谁 也都会很高兴的 三个小时以后 我和王建国再次回到他家 整个村子里面沾染了巫术的人 都已经被我治好了 本来去除他们身上的巫术 需要消耗猎羊之力 但是因为晦气补充猎羊之力的缘故 我现在不但没有感觉到虚弱 反而感觉到更加的精神 村子里面 总共有一百多个人感染了巫术 把他们全部吸了之后 我的力量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猎羊咒已经踏入高级的地步 我现在心念一动 身上就会有金色的火焰出现 这种随心所欲的感觉 实在是太爽了 弄得我觉得 自己好像变成了火神一样 轻轻打个响指 指尖金色的火焰凭空出现 随便我怎么弄也不会消失 温顺的就像是一条小狗 王家村的人 更是对我千恩万谢的 说我是活菩萨天神下丸之类的 我表面上虽然说不在意 但是心里还是十分高兴的 毕竟啊 这可是一百多条人命啊 俗话说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我这也不知道 是造了多少级的浮屠了呢 玩了一会猎羊咒之后 我给陆长河打了个电话 问了一下他现在的情况 和他说了一下今天的经历 陆长河还是坚持 让我用以前的方法 不断地吸收从古墓里跑出来的英兵 增强自己的实力 其实不用他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虽然烈阳咒已经达到了高级状态 但是那些英兵还是很好的养分 而且这种机会可不多呀 毕竟这么大批量的英兵 不是哪一次都可以遇到的 晚上吃完了饭 我和王建国他们说了一声 让他们和以前一样 不要出门之后 就踹着黑石 到街上四处溜达 准备猎杀英兵 天刚微微擦黑 英兵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村子的东面 出现了一股极强的英气 还有别的冤魂 我暗自皱眉 这西山古墓在西边啊 之前的那些英气 都是从西面开始蔓延过来的 怎么今天晚上反过来了 东边出现了这么强的英气啊 我刚想到东面看看 耳边突然响起了一阵杂乱无章的踏步声响 我仔细听了一下 听起来人数不少 至少有几百 我正想着 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远处一大群人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看着眼前的这一堆人 我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这一群 居然是身穿破烂衣服的月灵 不过 他们并不是古代的装扮 而是静代的装扮 看起来 和以前的土匪差不多 我有些懵了 土匪也能成怨灵吗 他们有那么强的执念吗 我看着那群突然莫名其妙出现的土匪怨灵 迅速躲到了一旁的矮墙后面 这些人 在进入王家村之后 居然没有受到地灵迷鹰阵的迷惑 虽然阵形散漫 但是 却不断地向前走 他们 就像是路过王家村一样 静止从我面前走了过去 我是灵音乐的演播者 一海飘飘 后续更加精彩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惊悚 我们 不见不散 民间鬼市 铃声工作室制作 作者 最小冬 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 联合出品 第六十二集 我仔细看了看 发现他们和之前我西的英兵差不多 都是属于怨魂一类的 他们 居然没有受到地灵迷鹰阵的迷惑 实在古怪 毕竟 地灵迷鹰阵 依靠的就是华夏大地之中的地气 来让人产生迷惑的感觉 按道理说 只要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形成的怨灵 都会受到迷惑 我悄悄跟在他们后面 想看看他们到底要去哪个地方 跟着他们 刚刚走进院子西边 他们就朝着西边的一个干水井跳了进去 这个水井我知道 是以前挖出来的那一种老式的水井 不过现在已经干了 里面已经没有水了 好像还发生过坍塌 形成了一个大坑 王家村的人都把那里当成是垃圾堆 在那里丢弃一些生活垃圾 已经差不多快要被填满了 想不明白 这群怨魂跳到那里面去干什么 我在边上看了一看 并没有轻举妄动 现在的我也没有心思再去吸那些英兵了 和那些英兵相比 这些土匪的怨魂显然比那些英兵更古怪 有些荒山野灵死的人 形成了怨灵之后 会停留在死亡的地方 他们依旧维持着生前的行为模式 在一个地方猎杀过路的人 有不少人因为不知道情况 路过那里就被怨灵抓住 莫名而亡 这些土匪的怨灵 竟然跑到这里 比西山辽带古墓的英兵更有威胁 我在边上一直等到天亮 都再也没有见这里面的土匪怨灵出来 心里十分的疑惑 这一群怨灵 跑到垃圾坑里面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下面有什么秘密不成 总感觉奇奇怪怪的 早上的时候我就回去了 打算问问王建国 看这个水井到底有什么其他的 哦 你说那个垃圾坑啊 你是不知道 以前啊 那有个古墓 刚开始挖井的时候 也不知道那有古墓 我们都正常的用 吃那边的水 后来有一次下大雨 把水井冲滑了 露出来一个古墓 当时那古墓就被水井的水给淹了 村里有人觉得自己水井好 就下去看看 想弄几件宝贝上来 谁知道 里面看见了几具干尸 就直接吓得赶紧跑回来了 那人刚跑回来 那边的水井就又发生了坍塌 直接把那古墓的入口啊 给埋了起来 后来啊 大家也就没在意 就把那当垃圾桶了 平时的生活垃圾 都往里面丢 哎 你问这个干嘛 王建国听到我的话之后 回忆了一下 和我说了一下那里的情况 我随便说了两句 就把他打发走了 这要是告诉他西山里的英兵还没有解决掉 又来了一批土匪怨灵 王建国还不知道会吓成什么样子呢 一听说里面有古墓 我心里已经大概明白了 这些土匪和士兵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因为华夏的历史太长了 上下几千年中间 有过不少郡王死了 都埋在底下 他们的坟墓 里面的是有很多贵重的陪葬品的 土匪贪财好色 要是遇到这种有宝贝的地方 肯定不会放过 没想到 他们死后 居然还有那么深的执念 华夏国有太多太多的宝贝 都被这些土匪给糟蹋 不少都被他们卖到了国外 再也找不回来了 现在看来 他们真是死性不改啊 就算是死了 依旧保持着生前的一年 在华夏内四处寻找古墓宝贝 我现在有些奇怪啊 他们这些死人 能把宝贝拿出来吗 怨魂的身体 的确能够不受土地的阻碍 进入到古墓之中 但是他们怎么拿出来呢 现在顶多也就是看看 说不定这对土匪的出现 对我也是个好事 我想了一会儿 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 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计策 这群士兵 不是想要进古墓寻宝贝吗 辽戴大将军的古墓宝贝 肯定很多呀 要是能够把他们 引到那里去的话 那就有好戏了 古代大将军和现代士兵军队的战斗 那可不容易见到啊 想到这里 我直接拿起了电话 给七爷打了个电话 师父 土地又遇到麻烦了 我在电话里 简单地把我昨天晚上遇到了土匪英兵的事情 还有我的想法都告诉了七爷 七爷觉得我的想法很不错 不过要我注意安全 七爷可是个明白人 我一给他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 他就知道我要干嘛 直接传给我两张图片 上面画的是两种符咒 一种叫引灵符 能够吸引冤魂鬼怪 另外一种叫灵影符 使用之后 能够让人变得类似于鬼魂的样子 避免追踪鬼魂太近的时候 会因为身上的人气被鬼魂发现 我拿到了两个符咒之后 不由暗自感叹 七爷就是七爷 不但自身本事了得 其见识那也是见多识广 虽然只给了我两个符咒 但这两个符咒 正好解决了我现在的麻烦 时间紧迫 我让王建国帮我去买一些朱砂 这是绘制符咒必须的东西 而我自己则是拿着笔墨 在纸上练习画这个符咒 符咒的符咒 可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画出来的 除了特殊的运气手法之外 还需要大量的练习 要不然根本就不可能 我虽然对自己的天赋很有自信 但也不是盲目的自信 毕竟 这关系到我自己的小命啊 还是保险一些好 没多久 王建国就把朱砂买回来了 我马上又能用朱砂开始练习 我是张扬的演播者 文天亮 啊 又出事了 我得走了 记得关注 后续更精彩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惊悚 我们不见不散 民间鬼市 铃声工作室制作 作者 最小冬 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 联合出品 第六十三集 我刚开始画幅的时候 虽然画得形似 但是 也只是看起来像 根本就没有用 不停地练了两三个小时之后 终于有些效果了 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这些符咒有变化 之前的死气沉沉 就像是死雾 但是现在 我的气息留在了上面 这次的符咒 给人感觉是充满了一种 灵动的感觉 我拿起一张贴在身上 不知道上面 微光一闪 竟然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阴气 把我整个身体都包围起来 我现在明白了 这东西是怎么运作的 所谓灵影符 就是用阴气包裹住人类 遮蔽人身上的人气 而那个影灵符 我也试了一下 这个和灵影符刚好相反 是释放出更强的人气 灵魂恶鬼这种东西 如果遇到人了 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人气用来吸引灵魂恶鬼 正好合适 不过只有一张 肯定是不够的 我连续感知了五六十张 看着眼前的一落落符照 我自己反正是挺满意的 毕竟是自己第一次弄 还成功了 自信一下就上来了 我的这些东西 和七爷他们画的 那肯定是没法比啊 顶多只能算是勉强有用 所以只能用数量来弥补 如果是七爷的话 只怕两三张 就能够抵得上我这五六十张 一切准备好之后 回出门了 到了辽带古墓那个入口 我发现这里 还是和以前一样 不过 蔓延出来的阴气 的确越来越少了 弄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按照以往的现象来看 里面的阴气 那应该是越来越强才对 毕竟刚刚开始的时候 冲出来的阴气那么强 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 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 把这些阴气都吸走了一样 不过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进去看看 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赶紧把引灵符布置好之后 我就回去了 这些东西 要到晚上才可以发挥效果 而且 英灵这些东西 一般也是晚上出没的 现在 就等着今天晚上 看着那些土匪怨灵 和辽带大将军的士兵 展开战斗了 说实话呀 我现在反而觉得 辽带大将军的实力越强越好 他们要是打不过那些土匪 我还真有点鄙视他 时间缓缓流逝 转眼之间 太阳奚落 天色擦黑 我贴上灵影符 躲在那个垃圾坑的边上 土匪怨灵行动得十分迅速 天一擦黑 就有一股股阴气冒出来 没多久 里面的土匪就跑走出来了 出来之后 他们辨别了一下方向 静止朝着辽带古墓的位置走去 我见到这幅景象 暗自窃喜 引灵符的效果果然厉害 我悄悄跟在他们身后 向辽带古墓走去 刚刚靠近看到了前边 还出现了不少的鹰兵 还有两个鹰将 他们带着士兵 在周围逛来逛去的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我明白 他们应该 也是被引灵符吸引过来的 小的们 给我杀 古匪怨灵已发现远处的 辽带鹰兵 其中一个好像是首领的人 直接抽出手里的长刀 挖挖大吼起来 他刚说完 身后的那些土匪 也是挖挖叫着冲了上去 我一看这情况啊 不愿地笑了起来 这他娘的还真是土匪啊 就会这种不要命的冲锋 一点阵形都没有 另外一边的辽带鹰兵 也发现了土匪怨灵 两位鹰将转身 抽出自己的长剑 周围迷散的鹰兵 迅速集结起来 结成了整齐的方阵 一步一步地冲向远处冲过来的怨灵 我一看这情况就明白了 这些土匪怨灵 根本不是这些辽带士兵的对手 一边是散漫的冲锋阵型 一边是整齐的战斗方阵 这根本没法比啊 不过 他们的情况 跟我想的差不多 土匪怨灵刚一接触 就呈现溃败之势 被辽带的士兵军阵碾压 按照这种情况下去 用不了半个小时 土匪怨灵 就会被辽带士兵屠杀殆尽 真是无趣 我一看这副景象啊 有点兴趣缺缺的 本来以为 会是弑军力敌的死杀 没想到是一边倒的屠杀 就在我有些失望的时候 战场上突然发生了变化 土匪那些被屠杀的怨灵倒地之后 化作一股浓重的鹰气 涌入到他们那个首领的身体之中 我一看这种情况有些惊讶 万灵合一 我说这些土匪为什么可以活下来啊 感情这首领生前也是个厉害的人物啊 他的那些属下死了以后 没有变成鹰气消散于天体之间 而是他把这些鹰气都给吸收了 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有些恐怖了 这伙人 少说也是几百号人啊 他要是把这些人全部吸收了 就等于 把几百号人的力量 全部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 这样 只会凝聚出来一具超级怨灵 我正想着呢 眼前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 更加让我震惊 土匪首领一刀砍死前面的一个辽带士兵 那个士兵竟然变成了鹰气 被吸到了他的体内 如果只是吸他自己这边的土匪 我虽然有些惊讶 但是还能够接受 我去 这家伙 居然能够吸收对面的呀 这简直就是怨灵版本的英灵之体呀 按照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这个首领会越来越强 我正想着该怎么办的时候 战场上互相厮杀的士兵已经少了一半 这个时候 那个土匪首领已经达到了一种十分强悍的地步 我看得清楚 他转身找上一个鹰匠 只是一刀 就把那个鹰匠劈成两半 嘴里还叫嚣着 小小贼人也敢猖狂 我是一生之德 也是邝复生的师兄前开雨的扮演者 之后的故事更精彩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惊悚 我们不见不散 民间鬼市 凌声工作室制作 作者 最小冬 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 联合出品 第六十四集 就在我有些着急的时候 聊在古墓里面 突然传来一声有些沉闷杀哑 又饱含霸道的声音 一杆长枪 如同蛟龙一般 从古墓内部冲出 射向土匪头领 土匪头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手中长刀一横 直接把长枪给砍飞出去 还有高手 哈哈哈哈 好 我本来以为 辽带大将军 从无数会出来 没有想到 土匪头领 仰天大笑几声 顺着我之前砸出的洞口 冲进古墓之中 我愣了 没有想到这土匪这么生猛啊 直接就冲进去了 我一见到这种情况 翻身从树后面冲了出来 迅速干掉门外残留的迎兵 把那些受伤的怨灵士兵 全部吸收进体内 顺着洞口钻了进去 进到古墓之中 这土匪头子的实力 明显超出了我的想象 要是趁着他和辽带大将军 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 干掉他们 我说不定啊 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了 墓到黑暗 我运转体内的立阳之力 勉强能够看清楚前面的情况 土匪头子的速度很快 直奔木道深处冲去 一路上 木道之中的机关 全部都被他破坏了 这个一路上啊 我见到不少的飞箭 铁锤 飞镖 其中有的地方 还是被硫酸轻视 有的地方 都是散发出淡淡的青烟 看到眼前这幅景象 我有些暗自庆幸啊 幸亏有土匪头子 在我面前撑着 要不然 如果让我来破坏这些机关的话 只怕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听着古墓深处传来的打斗声响 我悄悄过了涌道来 到了一片巨大的广场上 到了这里 倒是有了一些光亮 整个广场上 布满着不少银石 散发出淡淡的绿光 给人一种 阴瑟瑟的感觉 这远处有一座桥 过了桥之后 就是辽戴大将军的官国所在 我刚走上桥 突然发现 桥两边的池塘里面居然有水 我愣了一下 突然跳出了一个想法 黑水湖 因为光线太暗的缘故 我看着两边的湖水 那都是漆黑无比的 让我想到 之前我父亲溺亡的那个黑水湖 我正想过桥 突然发现 护城河的中央 好像漂浮着什么东西 调动体内的烈阳之力包裹着剪刀 飞到了湖面上 金色火焰散发出的光芒 把漂浮在湖面上的东西照亮 怎么可能啊 看到这个湖面上的东西之后 我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叫了一声 不敢相信我看到的东西 湖面上 静静地悬浮着一具尸体 让我想到了几个月之前 我父亲躺在黑水湖中的景象 我揉了揉眼睛 仔细看了一下 猛地向后退了几步 蹲在了地上 借助剪刀的火焰 我看到悬浮在护城河中的那具尸体的脸 就是我父亲的样子 我有些懵了 搞不清楚情况 我父亲的尸体应该已经下葬了 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啊 难道是我眼花了吗 我正想着怎么回事呢 远处水面上来 又飘了一具尸体 我控制着剪刀 从那具尸体的脸上飘过 又是我的父亲 幻象吗 我皱了皱眉 抬手一挥 青色剪刀在湖面上面划过 入眼所见 乃是一片让人心惊胆战的景象 整个水面上 至少悬浮着近百具尸体 每一具尸体 都是我父亲的模样 实在让人感到惊悚啊 这里可是辽带大将军的古墓啊 怎么会有我父亲的尸体呢 唯一的解释就只能是幻象 就在我沉思的时候 远处的大殿里面传来一声轰鸣巨响 古匪头子倒飞而出 被什么东西从这大殿里面打了出来 我急忙躲到了一边 柱子后面藏了起来 偷偷探出头来一看 在破碎的大洞中 一道高大威武的身影 从里面走出来 此人身高八尺有余 手持一杆金色大脊 身上穿着金光闪闪的铠甲 此人便是辽带大将军重无数 一看清楚重无数的脸 我愣住了 一股悲伤自心底涌出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因为我从那边看重无数的脸 居然是我父亲的脸 虽然我心里很明确地知道 眼前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我的父亲 但是看着重无数披着我父亲的皮囊 就像是我父亲又活了一样 杀 土匪头子大吼一声 威武手中的长刀 向着重无数杀了过去 重无数手中长起横扫 如同蛟龙一般 和土匪怨灵打的布箱上下 我静静地看着 怎么也想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从无数几百年前的人物了 居然和我的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我刚才已经施展了望自觉 望自觉拥有看破幻象的效果 很明显 这些不是幻象 重无数就是和我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包括两边河里悬浮的那些尸体 也的的确确和我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与重无数正在激斗的土匪 突然一刀 从重无数的手臂上划过 重无数身上的铠甲砍碎 带起了一片绿色血光 入神 看到这幅景象 我差点叫出声来 这个辽戴大将军 居然拥有肉身 这家伙少说死了几百年了 身体居然还没有腐烂 如果说这家伙变成僵尸的话 又不太像 大部分的僵尸 都是身体十分僵硬的 而这家伙 身体十分柔软 可能还保留着生前的活性 和活人没有什么区别 让我苦苦思索 辽戴大将军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两人又是对轰一击 各自针对 我是一只番茄 我演播 刘苗 苗苗 后续同样精彩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惊悚 我们不见不散 民间鬼市 铃声工作室制作 作者 最小冬 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 联合出品 第六十五集 我本来见到土匪头子 能够吸收英兵之后 感觉辽戴大将军完蛋了 现在一看情况 有些不妙啊 这辽戴将军不是怨灵啊 最关键的是 我搞不明白 这家伙怎么会变成我父亲的样子 看着土匪头子 被辽戴将军打得飞到我面前 我心一横 直接从柱子后面跑了出去 双手直接抓住土匪头子的身体 强悍的冲击力量 撞击得我双脚擦着地面向后滑去 一直撞到身后的栏杆才停了下来 给我吸 我大吼一声 英灵之体和天煞符同时发挥作用 土匪怨灵化作一股英气 向着我体内涌进 你想吸我 土匪怨灵面露惊恐 扭头恶狠狠地盯着我 眼中凶光如同实质 吸的就是你 我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 根本不害怕土匪怨灵的凶恶目光 加速吸扯他体内的英气 哼 不知死活的东西 土匪怨灵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懈的笑容 下一刻 我只感觉他体内涌出一股同样的犀利 竟然要把即将涌入我体内的英气给吸回去 我一见这情况 暗道不妙 想到了这个家伙不好对付 没想到如此不好对付 就在这个时候 一根长脊 瞬间穿透土匪怨灵的胸口 落在我的面前 只差一寸 就能插进我的脑袋之中了 说实话 这一刻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仿佛我已经死了 即将去往英曹地府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 长脊已经冲了回去 土匪怨灵受到这一击之后 再也支撑不住 化作一股股阴气 被我吸进了我的身体之中 吸完土匪怨灵之后 我抬头警惕地 盯着远处的辽带大将军 只见此时 他并没有对我发动攻击 而是用一种十分迷茫的眼神看着我 时而流露出一丝宠溺关爱 我愣愣地看着远处的宠物树 当他的眼神变成宠爱的时候 简直就和我的父亲一样 父亲平时对我虽然严厉 但我却明白 他是实实在在关心爱护我的 如果不是在这阴暗潮湿的古墓之中 我真会以为眼前这个人 那就是我的父亲 我正想着该怎么办的时候 眼前这个辽带大将军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走进宫殿之中 在他走进去的瞬间 整个地宫剧烈地摇动起来 数不尽的石头从上方砸了下来 我一看这情况就明白了 地宫要塌了 赶紧转身原路返回 本来以为 这次近来少不了一场恶战 没想到如此轻飘飘结束了 辽带大将军 为什么和我的爹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没有对我动手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身后不断传来巨大的石头落地的声音 我心里一直想着辽带大将军的事情 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跑出去的 刚出洞口 我回头看了一下 山洞涌到深处 好像有一张血淋淋的脸 正咧着嘴对着我笑 我心里一寒 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这张血淋淋的脸 竟然和我的父亲 也有那么几分相似 我刚想仔细看一下 里面的涌道彻底坍塌下来 将血淋淋的脸给掩埋住了 随着山洞内部古墓的倒塌 里面的鹰气也完全消散了 一切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威胁王家村村民性命的辽带古墓 就这么被长埋于地下了 现在想来 那群土匪怨灵出现的 也是莫名其妙 突然就来了 突然就出现了 表面上看起来 这群土匪怨灵 是我用英灵符 把他们引到西山古墓的 但实际上 他们如果是为了古墓之中的宝贝 而出现在这里的话 那就算不用我引他们来 他们也会进入到西山古墓 反正 他们早晚都会和 辽带古墓之中的英兵碰到 我做的事情 现在看起来有些多余了 我感觉有些晕 迷迷糊糊回到王建国家 王建国一看我回来了 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随口敷衍了一下 就去了自己的房间 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 久久不能入睡 当初奶奶只是说 让我一定要破除自己的诅咒 并没有过多地说我父亲的事情 但是 我明显感觉 父亲的死 好像隐藏着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 等我醒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了 青天的天空 依旧有些阴沉 还下起了小雨 空气之中湿气很重 有些阴凉 不过却十分的清新 空气虽然很不错 但是我的心情 依旧是沉闷的 我给陆长河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王家村的事情 已经解决了 陆长河十分惊讶 这才两三天 问题就解决了 速度快得他不敢相信啊 我和他随便说了一下 让他来接我 陆长河让我等着 我起床又在村子里面逛了一下 发现村子里经过雨水洗刷 已经没有一点残留的阴气了 我还想去聊带古墓看看 但是雨天山路难走 走了一半我就回来了 反正 也没有阴气再冒出来了 看不看都无所谓 没有多久 陆长河就给我打了电话 说他到了 让我过去 回去和王建国他们告别之后 陆长河就拉着我回家了 路上的时候 我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陆长河长叹一声 满脸愁容 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复杂了 根本摸不着头绪啊 父亲的死亡 确实蹊跷 这一点 陆长河最清楚 但是 想要调查下去 就像是大海捞针 其中艰难 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 我是七爷的演播者 一江畔书生 后续同样精彩 期待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惊悚 我们 不见不散 民间鬼市 铃声工作室制作 作者 最小冬 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 联合出品 第六十六集 不过陆长河也知道 无论有多大的困难 我是都不会放弃的 对了 你有没有了解过 你父亲生前的时候 都和哪些人接触过 说不定 会有线索呀 到了陆长河家里之后 陆长河好像记起了什么 扭头对我问道 我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 我还真没想过 自从父亲去世之后 我就一直跟着奶奶 还有陆长河四处跑 后来奶奶去世了 我就跟着陆长河 出事不断 根本没有时间去想父亲的死因 毕竟 我现在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个 先活下来 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过了这么久的时间 我已经存了不少钱 实力也得到很大的增强 已经有底气 来调查父亲的事情了 还要解除自身诅咒 之前我以为 奶奶说的诅咒是英灵之体 现在发现 却是错的 英灵之体能够吸收英脊 目前为止 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后遗症 所以应该不是 我觉得 倒是那几个英灵说的 夺赦这件事情 才是奶奶所说的诅咒 不过我不知道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弄的 陆叔 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了 有空了我们就回去问问 我抬头看了陆长河一眼 认真到 陆长河显得十分疲惫 点点头就睡觉了 这几天 又有人来找他捞尸 不过都被他给推了 陆长河现在的身体状况 可不是挣钱的时候啊 因为又想到父亲的事情 我久久无法入睡 第二天一早 和陆长河告了个别 就回家了 奶奶的坟墓被盗 本就让我心中神伤 如今父亲的死亡 又是疑点重重 搞得我有些心力憔悴的 回家之后 我在村子里面逛了几圈 随便和村子里的老人问了一下 发现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只是说 我父亲生前 就是和之前一样干活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异常 我听了一听就明白了 他们这些人 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根本指望不上他们 我正想着 再去什么地方 能够找到关于父亲的信息的时候 陆长河打了电话 说有人找我接音 让我赶紧回去 挂了电话之后 我满心迷茫 搞不清楚状况 什么时候 我的名气这么大了 居然能让人来这里请我 我蹬着自行车 去了陆长河家 到了那里 我发现 陆长河院子里面 多了一辆十分漂亮的奔驰车 看起来少说也二三十万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毕竟 农民辛辛苦苦一年 也未必能够挣到一万块钱 我不由得有些疑惑 开得起这种车的人 绝对是老板级别的 怎么会来这里啊 你要说找陆长河 那还有些可信度 但是找我的话 就有些意外了 毕竟 人家陆长河 老师几十年了 本事还是有的 我这才几天啊 大侄子 你回来了 这位叫孙丽 是专门来找你的 走到门边上 我看见陆长河 正坐在屋子里面 和一个中年人说话 见我回来 指了指那个中年男人 给我介绍了一下 我笑着和他握了握手 上下打量着这个中年男人 看起来不过三十五六岁的样子 穿着一身贴身的西服 显得十分干练 和他握手的时候 我发现他手上的剪子很厚 这是常年练武磨出来的 说明他也是个练家子 你好你好 一看见我过来 孙丽脸上带着客气的笑容 急忙从椅子上面站了起来 走到我身边和我握手 我随便地寒暄了几句 坐了下来 陆长河侧到我耳边 和我说明了一下 孙丽过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说的是 他们村上有一个孕妇 在外出散步的时候 被抢劫的人给抢了 把孕妇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连续滚了几十街楼梯 孕妇和孩子 都同时死亡了 那个抢劫的人虽然也被抓住了 但是这人死不能复生 他们也没有办法 虽然很伤心 但是终究还是要下葬的 靠着警察的帮忙 好不容易把他们彻底弄到棺材里面 但是下葬的那一天 不是路上出了车祸 就是到了地方就下大雨 无论怎么 都不能让这个孕妇和孩子入土 他们也找了不少风水师之类的人 过去帮忙 没有一个是有真本事的 能够把这件事情解决的 其中有点本事的看了看之后 直接摇头就走了 说这不是他们能干的 我点了点头 这种就是典型的母子杀 需要接散去婴儿的婴器怨气 才能够接着下葬 不过孙力来找我 我还是有些怀疑 我可不相信 这普天之下 我的本事是最厉害的 如果说 我是最后一个接婴人 这一点我还是有点相信 但如果说除了我以外 没有别的人能够解决母子杀的问题 我就不相信了 孙力大老远的 跑来这里让我去接婴 说实话 我很怀疑 他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不好意思 我最近没有打算离开这里 我想了一会儿 冲着孙力摇了摇头 不是他给的钱太少 而是我不想去 杜长河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和我有很大的关系 我必须要照顾他 而且关于我父亲的事情 我也不想再拖了 辽戴古墓的事情 让我感觉有一种很强的压迫感 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背后推动一样 我想快一点找到我父亲的死因 孙力听了我的话之后 一脸失望 又在那里不断地说着什么 急求陆长河帮忙说说好话 我是一个山里娃子 也是主播 林沐一 下集更精彩 走 我带你们去山里转转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惊悚 我们不见不散 民间鬼市 铃声工作室制作 作者 最小冬 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 联合出品 第六十七集 无论陆长河和孙力怎么说 我都摇着头 无动于衷 现在 我确实没有心情管其他的事 磨了一个小时之后 孙力看我确实不想出手 就走了 我知道你还在为那些事情伤心 但过去的终究过去了 你啊 要向前看 啊 孙力走了以后 陆长河看着我安慰道 我点了点头 让他不用担心 说我自己有分寸 下午的时候 我和陆长河说 想去七爷那里看看 陆长河答应了 开着车带我去镇上 说实话 我发现有车就是方便了 等以后有空有钱了 我也要自己考个驾照 买一辆车 要不然 跑远路的话 总是让陆长河来回接送 也十分的麻烦 这一段时间 跟着陆长河干的这几件活 确实挣了不少钱 但是距离买车还差了一点距离 师傅 我来看你了 路上 我去超市里面买了一些水果礼品 进了期的香烛店 就急忙给七爷行礼 七爷一看我这么恭敬 脸上堆满了笑容 对我挥了挥手 让我过去 就问了一下 辽带古墓的事情 我把这中间发生的事情 和七爷说了一下 七爷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 我看出他眼中的凝重之色 师傅 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我一看这种情况 就知道 七爷肯定知道一些 我不知道的东西 急忙出声询问 接音一脉 无人能活过七十七 你知道吗 七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沉默片刻 轻声说道 我点了点头 之前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 看了接音秘点之后 这个秘密我知道了 如果不出意外 你将来 也活不过七十七 不过 人生其实古来西 能活到七十七 已经算是长寿了 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忧 你现在还年轻 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呢 辽代古墓 你看到的那个大将军 为什么会是你父亲的模样 应该是幻象 只不过这种幻术太过高级 所以凭你的实力 分辨不出来 七爷点了点头 看我有些失落 出声安慰我 对于七十七这个诅咒 我倒是没有太过担心 毕竟 我现在才二十四岁 而且 我已经练成了列阳咒 肯定能活过五十岁 想要活到七十七岁 还有五十多年呢 谁也不知道 这几十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不会因为其他的一些意外 提前去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有这么厉害的幻象吗 我皱着眉头看向七爷 刚开始 我也觉得是幻象 但是最后那个 辽带大将军那种宠爱的眼神 让我不得不相信啊 现在七爷又说是幻象 我就有些奇怪了 到底什么样的幻术 能够到达这么真实的境界啊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等你将来走出这个小山村 见识到外面的世界 你就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是福宗的福禄总策 现在就给你吧 我老了 将来能走到什么程度 看你自己了 我要让福宗断了传承就行 七爷叹了口气 眼中泛起回忆的神色 随后从怀里掏出一本 绵线编织的旧书 我接过来看了一下 发现里面记载的全部是一些福禄 每一张符咒都做了详细的解释 这张符有什么用途 什么情况下适用 和其他的符结合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怎么化 才能把符禄的威力发挥到最大 这上面都做了详细的描述 师父 您这是 我和尚书抬头看着七爷 一脸不解 这怎么有点像是生离死别的感觉啊 我虽然成了福宗的传人 但这也没多少天啊 突然就把福宗的老底子传给我了 不要担心 我老了 反正没时间和精力教导你了 这些都是先给你 让你先看着 有什么不懂的 再来问我 七爷很明显看出我的担忧 摇了摇头笑着说 尽管如此 我依旧看出 七爷神态之中的疲惫 不由自觉地 施展了妄自觉 查看了一下七爷自身的人气 发现七爷人气很旺盛 并没有说出现那种衰迹的情况 按照这种人气 七爷少说 再活个小十年应该没有问题 摇了摇头 我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中午的时候 我们就在七爷这里吃的饭 和他老人家聊了聊天 说得非常开心 陆长河对七爷 依旧是那么恭敬 我本来对七爷是没什么感情的 之前拜师 也是为了感谢七爷的救命之恩 现在和七爷一聊 感觉这老头子 其实人挺好的 我能感觉到 他言语之间对我的关心 不像是逢场作戏 说实话 我很久没有感觉到 这种好像家人一样的温暖了 十分的受用 我和七爷聊得正高兴的时候 突然有人给陆长河打了电话 陆长河看了一下手机 有些疑惑 我瞄见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接了电话之后 陆长河刚开始脸上还有些笑容 不过听完之后 神色就变得凝重起来 陆叔 怎么了 我健壮 不由得有些疑惑 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们村出事了 陆长河挂了电话 扭头看着我 沉重地说 我一听这话愣了愣 我们村又出什么事了 我都已经从我们村搬出来了 怎么会又出事了呢 陆长河看出我心中的疑惑 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 我这才明白 村里面不是又死人了 而是牲口出现大量的死亡 我是四月积极 我演播 女鬼 之后会更精彩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惊悚 我们不见不散 民间鬼市 铃声工作室制作 作者 最小冬 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 联合出品 第六十八集 这些牲口死亡的十分蹊跷 全部都是跳进了黑水湖里面死的 漂浮在湖面上 也不沉到水里去 村里人想要竹竿之类地把它们捞上来 但是 好像水里有什么东西抓着它们一样 根本捞不动 我一听这话 就有些明白了 这感情 又是水鬼作祟啊 和之前我父亲掉下去的时候一样 不过 这水鬼怎么会对牲口下手呢 师父 您先忙 我去吧来活了 我和陆叔就先走了 我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回去看看 起身对七爷行了个礼 说了一下 去吧 一路小心 凡事遇到什么情况 多想想 多看看 切莫心急 七爷点了点头 冲着我俩摆了摆手 意思是 就不送我们俩了 让我们赶紧离开 陆长和起身回了个礼 我俩就走了 一路上 我一直在想 我们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说实话 我们村和其他那些山村 并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非要说有不一样的地方的话 那就是 我们村子里面 有我们这接应人一家子 不过 现在我都好久没有回去了 我没回村里面住 怎么说那些东西 也不能算计到我头上来啊 快看 那个姨父子回来了 哼 是他 肯定是他才让我们村子里出现这种事情啊 对 不能让他走 今天要让他给个说法 真是可恶 他家人都死光了 他怎么还不死啊 到了我们村子 我刚下车 在黑水湖围观的人们看见我 纷纷皱眉 一脸厌恶地对我指指点点 我一看这情况 有些不高兴了 我去 这哪还有一个村子人的样子呀 农村有句话说得好 人在 关系在 虽然现在 我奶奶我爸爸都不在了 但我怎么说也是在村子里面长大的呀 这几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 这才走了几天 村子里面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都要往我身上推啊 说什么呢你们 你们还想不想过好日子 这事还要不要管了 我一看他们 有一点事不罢休的样子 直接走了过去 站在他们面前 抬头挺胸 趾高气扬地说 呸 小羊子你还敢说 这是不是你搞的鬼 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走了出来 吐了一口唾沫 一副势力小人的样子 这个人我认识 叫刘月 辈分比我大一点 说起来 我还得叫她婶子呢 刘婶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我都走了多久了 还搞这种事 我直接瞪着双眼 看着这个老妇人 她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我奶奶活着的时候 经常和我奶奶吵架 我早就看她不爽了 要不是看她是个女人 还是村子里面的长辈 我非打她一顿不可 谁知道是不是你干的 刘月嘴角一撇 还是要把脏水往我身上泼 好了 都别说了 让我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陆长和一看我还想说话 急忙出声 把他们推到了一边 走到黑水壶边上 我狠狠地瞪了那个女人一眼 懒得和这个老妇人计较 他们这种人吵起架来 那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虽然打架我不怕他们 但是吵架还真是干不过她 陆叔 怎么样 陆长和走到黑水壶边上 拿着竹竿 在水里面戳着那些牲口的尸体 我看她眉头紧索 不由得有些担心 现在黑水壶里 有一大半 已经被牲畜的尸体给填满了 什么牲畜都有 鸡呀 鸭呀 羊啊 牛啊 猪啊 基本上村子里面养的 这里面都有死的 说那些鸡牛之类的 淹死也就算了 这鸭子 本来就是天生会水的 居然也能死在黑水壶里 实在古怪 陆长和没有回答 我的话 而是伸手伸到湖水里面 想要感受一下 我站在边上看得清楚 陆长和的手刚伸到水里面 就像触电一样缩了回来 水里面有东西 陆长和回头看了我一眼 不作镇定地说 我皱皱眉 陆长和虽然没有表现出来 当时我能够看到她眼神之中的恐惧 陆长和作为专业的捞尸人 居然也能被吓成这样 我很好奇 也把手伸了进去 我刚把手伸进水里 就迅速缩了回来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陆长和好像触电了一样 把手伸回来 在伸进水里的一瞬间 好像到了冰窖一样 整个手臂都没有了知觉 这种感觉 不是那种鹰气侵蚀身体的感觉 更多的像是鹰毒 陆叔 这是怎么回事 我扭头看着陆长和 这种场景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先让他们回去吧 陆长和摇摇头没有细说 而是转身和那些村民说了起来 陆长和找到了一个叫张大海的男人 之前就是他和陆长和打的电话 这家伙是我们村的村长 说话勉强有些作用 我上去和他说了一下 让村民们别在这里围着 先回去 张大海倒是听话 转身和周围的人说了一声 把他们驱散了 等村民们都走了之后 陆长和走到我身边 这水里被人吓了诅咒 你知道 你父亲当初为什么会在这水里淹死 就是因为诅咒 我一听这话 有些懵了 那天我下水 想落我父亲的时候 并没有感觉到 像这个时候那么的寒冷啊 怎么现在又变成了诅咒了 本来我也没想到是诅咒 应该是你父亲身上被中了诅咒 他在这水里淹死了 所以诅咒散到水里 不过 这种诅咒应该是延时性的 当时并没有发作 这才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发作 幸亏这几天 没有人到这湖里来 要不然的话 有时来一个死一个 我是孙音婆 也就是奶奶的演播者 爱与乐乐 感谢您的收听 后续同样精彩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惊悚 我们不见不散 民间鬼市 铃声工作室制作 作者 最小冬 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 联合出品 第六十九集 陆长河叹了口气 拿出来一支香烟点上 跟我说了一下情况 他这么一说 我倒是有点明白了 当初老爹死得的确蹊跷 不过没有往诅咒上面想 只是以为他心有执念 所以才在河里 没有办法捞上来 现在看来 好像没这么简单 陆主 这是什么诅咒 我看着陆长河 想搞清楚 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种诅咒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 应该能引动 河里边的河灵 要不然 这些尸体 是不会在河里捞不上来 陆长河吐出了一个烟圈 无奈道 听到这里 我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当初陆长河 下去捞的时候 让我跟着 尸体被湖里的河灵拉住了 一般是很难再弄出来的 因为他们本身 就拥有一定的怨念 如果不是他们自身愿意 凭借外力 是无法挣脱河流的 只有他们自己和外力 同时发挥作用 才能够挣脱河灵的束缚 尸体才能够被捞上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储存里面的诅咒 应该没剩多少了 要不了多久就会散去 咱们等两天 把尸体捞上来就行 陆长河看我有些担忧 笑着说 我点了点头 对于捞尸这件事 倒是没有在意 想得更多的 是我老爹的事 现在除了追悔 我奶奶的尸体之外 又多了一件 调查我老爹死鹰的事 二位 你们有办法吗 没多久 张大海就回来了 找陆长河询问 黑水狐狸的事情 到底能不能解决 陆长河点了点头 说不是问题 不过要再等两天 张大海还以为 陆长河是嫌钱少了 急忙说他要加钱 然后扭头看了我一下 杨阳啊 你也是村子里面长大的 这村里发生了这么多事 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啊 大海说 你这是什么话呀 干我们这行的 别说是一个村的 就算是不认识的人遇到了 我们也会去你那里帮忙的 我摆了摆手 随便敷衍了他几句 说实话 我小时候的记忆 这里的人 并没有太深的感情 他们对我奶奶 还有我爹干的那些事情 无论哪一件 都让我对他们提不起兴趣 张大海看我有些冷淡 他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又和陆长河说了几句 一给了他一叠钱就走了 过去了就过去了 别太在意了 那 这钱 你拿着 陆长河拍了拍我的肩膀 把张大海刚才给他的钱 递给了我 我也没有矫情 直接收下了 反正我现在缺钱缺得很 为了快点解决 黑水湖边上 牲口尸体的问题 我俩没有回去 直接就地准备了 陆长河让张大海 去各个人家里面 弄来了一些牲口 湖里面有的一种一枝 又找了一口大锅 把它们放血 全部放到大锅里面 用火烧开 看见没有 我就说他家有问题吧 居然会这种血术 嘘 小声点 小心用血术对付你 他敢 报警抓他 在烧血的时候 不少村民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围了上来 站在远处对我指指点点 这种事情啊 我早就已经不在意了 反正他们这样 又不是第一次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我把熬好的血水 倒到黑水湖里面 就像是冷水倒到油锅里面一样 数不清的血点子 从黑水湖上炸开 这一下 就把远处看热闹的村民们给吓坏了 再也不敢出声了 我暗自得意 说了不让他们看 还非要自己来 只怕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在这黑水湖边上来了 血水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倒进去之后 和里面的那种诅咒快速地被分解 湖里的尸体也能够捞得动了 陆长河让张大海找了几个人过来帮忙 把里面的牲畜全部捞了上来 在远处挖了一个大坑 把尸体全部倒在里面 倒上汽油全部烧了 这么多尸体 要是腐烂了 那冲天的臭气都是清的 很有可能会引发什么瘟疫疾病之类的 烧了是最保险的 做完这一切 我跟着陆长河走了 说实话 这个村子 我是一点留恋的感觉都没有 我家村子里面的事 只能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回到了陆长河家里面之后 我一直在练习符宗上的符咒 加上修炼烈阳咒 陆长河这段时间 也没有再出去接活 而是在修养身体 过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陆长河的身体 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把我叫了过去 说有个事想要问一下 杨子 你妈是不是有个哥哥呀 陆长河一见了我 直接开门见山 我点了点头 我妈的确是有个哥哥 不过当时我妈死了之后 就一直再也没有联系了 我想找他们 却一直怎么都找不到 不知道陆长河突然问这个干什么 哦 是这样的 我南山有几个朋友 他们都知道你的事 我让他们帮忙留意了 你家里的情况 他们说 你舅舅可能就住在南山魔教楼 想问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陆长河回头看着我 说明了一下情况 我有些感动啊 本来我都放弃要再找 跟我家有关系的人了 没想到陆长河还留意着 居然还找到了我那个 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见过的舅舅 遇到了这种事情 当然是要去看看的 说不定啊 可以找到一些 关于我母亲的事情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惊悚 我们 不见不散 民间鬼市 铃声工作室制作 作者 最小冬 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 联合出品 第七十集 随便收拾了一下 我俩就开车去了魔教楼 还没进魔教楼 陆长河就把车停在路边 好像在等什么人 我知道 应该是陆长河说的 他那几个朋友 我趁着停车的时间 下车看了一下魔教楼 就在我们前面 有一二里的地方 我隐约能够听见 村子里面传来一阵哀悦 好像有什么人去世了 我心里 隐隐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感觉这一次 应该是无功而返了 老陆 你们可算来了 等了有几分钟 有一个和陆长河 年纪差不多的男人 就骑着自行车跑了过来 一看见陆长河 就热情地打招呼 我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这家伙 表面上虽然十分地高兴 但是眼底 隐藏着一丝失落 陆长河过去 给他递了一支烟 也不知他俩说了什么 陆长河愣了一下 随即就皱起了眉头 唉 大侄子 出事了 没一会儿 陆长河就过来了 叹了口气 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急忙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问才知道 原来我那个 还没有见过面的舅舅 昨天去世了 我愣了一下 有点想要骂娘的感觉 这好不容易找到了 还没有见着呢 就突然去世了 你说这早不死晚不死的 偏偏赶在这个时候死啊 说实话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对她倒是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情 但是终究是我的舅舅啊 我听说找到她的位置 要和她见面的时候 心里还是有些期待的 但是现在 就算见面也只能看到一具尸体 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怎么 还要去看吗 陆长河看出了我的难过 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点了点头 既然来了 就算是死人也要去看一看的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我的舅舅 算是给他送刑吧 陆长河点了点头 转身和那个男人说了两句之后 就拉着我上车 直接去村里面了 在那个男的交涉之下 没有透露我们俩的真实身份的情况之下 就让我看到了我的那个舅舅 他就躺在水晶棺里面 隔着玻璃 我能够看到他的脸 身材挺魁梧的 看起来不像是容易得病的人 神情也十分的安详 死的时候 应该没有受到什么痛苦 我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 我和他还真的有几分相似 看完之后 我正想离开 突然发现 他露出来的手指有些问题 平常人死了 也就死了 身体会逐渐僵硬发青 出现湿斑 我听陆长河他们说 舅舅才死了一天的时间 这么快 身上不应该出现湿斑啊 但是 他身上 的确已经出现了湿斑 而且食指的指甲盖上 都有血丝 这明显很不正常 我看了一下 现在人多不方便检查 我冲陆长河点了点头 让他带着我出去 和那个男人告别之后 陆长河开着车准备回去 我叫住了他 让他半路找个地方停下来 怎么 你还有事啊 陆长河皱着眉头 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我把刚才的发现 简单地和他说了一下 你是说 他不是正常死亡的 陆长河想了想 按照我说的那种情况 肯定是横死的 我现在也不确定 所以 我想今天晚上 进去看看他的尸体 仔细检查一下 白天的时候 因为人太多了 根本来不及 查看尸体的具体情况 而且 当着人家那么多人的面 你要开人家的棺材 人家也不乐意呀 虽然我是他的外甥 但是这多少年 没有见过的外甥 我也不知道他家里人 到底对我有什么样的看法 不能贸然行事 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这个舅舅 他父母好像不在了 只有一个老婆和一儿一女 趁着今天晚上没人的时候 翻墙进去看看就可以了 毕竟这么多年没见了 我也不想再打扰他们的生活 而且以我现在的情况 和他们相认 说不定啊 也会把他们 拉入漩涡里面的 你打算 晚上偷偷进去啊 陆长河一听 眉头一挑 我点了点头 这种去查尸体的事情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凭借我的身手 等到后半夜 他们睡觉的时候 绝对不会让他们发现的 而且我只是去查看一下尸体 查完就回来了 陆长河看我已经想好了 也没有再说什么 开车到附近找了个饭店 吃完饭之后 就把车停在路边等着天黑了 我躺在座椅上 想要睡一会儿 却是怎么也睡不着 把从我父亲的死到 现在所有的事情串联起来 能够发现很多的疑点 首先就是 那个几十年前出现的盗士 虽然不知道 每一次出现的盗士 是不是一个人 但他们都是盗士 然后就是 我父亲晚上突然暴毙的事情 之前我还以为 他是掉到湖里淹死的 现在看来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再就是 我奶奶的尸体被盗 一个老人家的尸体被盗走 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父亲的坟墓 我又去看了 倒是完好无损的 想到这里 我愣了一下 外面虽然完好无损 但是不代表里面还有东西啊 说不定 我父亲的尸体已经被盗走了 我不知道而已 想到这里 我心里又有一些焦急 想回去把我父亲的坟挖开 看一下尸体到底还在不在 随着黑夜慢慢降临 我让陆长河在这里等着 自己悄悄过去了 他本来想跟我一起去的 但是我想了一想 人多手杂 还不如我一个人行动方便迅速 我是一道阳光 我演播的角色是陆长河 感谢您的收听 后续更加精彩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惊悚 我们不见不散